阿蘆哈 大家好 我是小朋友 我是小朋友的喵咪 打戰爭時間啦 好 我們今天一樣來看一下 我們EVA的關卡囉 那昨天我還有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的那個就是貓咪的 大彈跳裡面的一些活動獎勵喔 那這邊是拿了我們三張金券啦 那我們今天把我們的這個 新的關卡打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就是來抽一下 我們三張金券看一下 能不能抽到一些好的東西喔 那基本上今天的話呢 有開一個第九使徒來襲啊 是只剩下33分鐘的 那我們今天一樣打一下我們的三星關卡的 第九使徒給大家看喔 那關卡的話總共是有兩個關卡 欸 其實應該不會太難啦 所以應該蠻沒問題的喔 那我們就打個二星關卡跟三星關卡好了 來湊個時間 呵呵 好 沒問題 那我們一樣用我們的機甲部隊 來打一下我們這個第九使徒喔 第一個是 明日香還在裡面啊 出擊 Let's go 所以第九使徒的話 應該就是我們的那個 明日香操控的那個機甲的 魔化是不是 那這關打完的話 好像就會獲得我們這個 有的那個初號機機甲的那個頭的那個 就是長頸鹿貓喔 應該還算是不錯 那這關的話 一開始會先出現我們一隻松鼠 還有我們一隻棄兒 那目前打的關卡是二星的 所以應該還算是蠻簡單的 待會再去打三星的給大家看一下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先出一下 我們的四千五百塊的 二號機的爆型態啦 這隻角色我覺得應該要被我用到 用好用滿了喔 好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出來的就是 我們的二號機的爆型態啦 那這關的話會一直出我們的 小松鼠還有我們的企鵝喔 所以應該還算是還好喔 不用那麼緊張 這邊的話呢 我們再出一下飛鎿 碰塔之後應該就會出現 我們那隻第九使徒囉 好 果然是沒有問題 是出來了 喔 我記得這隻的話 好像還滿厲害的欸 因為他好像是一個 還滿遠距離的角色 而且攻擊速度還滿快的 但是這邊的話呢 先被我們飛鎿打一下 二號機補一下 直接 哇 一個連續combo 然後順便把塔給打爆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初級打完之後 就換我們第二關是我們困難喔 那二星關卡剛剛感覺起來的話 就是有稍微那麼點點硬啦 然後如果你是一隻新手帳號的話 應該沒有那麼簡單囉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第二關卡 它困難 這關卡應該就會再更難一點點囉 那聽我們的關卡的聲音 都變得有點恐怖了 所以應該沒有那麼簡單 好 那一開始會先出現 是我們的紅色小紅兔 那後面跟著是我們一隻的大象喔 那歸一段時間之後呢 就直接出現了我們這隻 第九號使徒啦 那這邊的話呢 我覺得第九號使徒 剛剛的那個攻擊範圍 算是還蠻遠的喔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點 盡量叫一些 就是比較遠攻距離角色出來打 我覺得我們那個二號機 就很不錯啦 而且這關的話 還有一些我們紅色的小敵人 就可以用我們二號機 先來打爆他們囉 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好 這邊的話 第九號使徒 出來一下 我們所有盾牌 又全部都毀掉 而且被出來的那些角色 好像還有我們的那個 攻擊力下降喔 對還有攻擊力下降 那它的攻擊速度真的很快啊 基本上就是 吼一下之後我馬上就跳起來打了喔 但目前來說 唉唷 這邊感覺 我們的 暴死型態 二號機感覺會打不贏 我們的第九號使徒喔 不過沒關係 我們後面再叫 集中我們的那個勝利軍喔 欸它的攻擊距離真的超遠欸 不過我們二號機 是順利也把我們大象給打死了 但是 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第九號使徒 就把我們一大堆盾牌給打爆了 我覺得第九號使徒 跟我們昨天打的第五號使徒 真的都還蠻厲害的喔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簡單喔 不過這邊的話 第二號機 沒問題 又再把他打飛了 而且 現在已經打出了越戰越勇的姿態了 所以代表我們的二號機 也快要不行了的感覺欸 不過這邊的話 我們已經把我們這個 第九號使徒打到很後面了 而且三下KB了 應該快死了喔 那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又出了我們一隻大象 還出了我們一隻黑色的那個袋鼠 所以大家在關卡方面的話 還是要小心一些小敵人囉 那我們這邊是順利的 把我們的那個 第九號使徒給踹飛了 踹死了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的 而且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的二號機 還有一個越戰越勇的姿態喔 所以 攻擊方面的話 應該是不用擔心喔 那解決掉我們第九使徒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來順利回塔 是沒有問題的啦 所以 這關卡基本上只有兩關 那 也沒有說那麼的困難喔 那 打贏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取得我們這個 應該是那個吧 就是 長頸路貓二號機啦 因為有一隻長頸路貓二號機 有帶了那個二號機面具的 那個長頸路貓 應該是可以取得那隻角色喔 OK 那沒問題 我們這邊的話 就繼續來看一下 我們三星關卡喔 我覺得三星關卡的話 應該還是有點難度了 先來看一下第一關 明日香還在裡面出擊喔 三星關卡的話 我們的那個第九使徒 應該就會變得 頗硬一點點 所以在打贏的時候 也要小心一點點 那 關卡的配置應該都差不多 就是我們小生物屬 再加上我們企鵝 那我們就先用盾牌 擋住他們之後呢 再努力先存點錢 有錢之後 馬上叫出我們的那個 二號機的閃節型態啦 我覺得二號機三星型態 真的是還蠻好用的喔 用好用滿啦 好 那我們這隊的話呢 就先繼續努力出 我們的盾牌 再加上我們肉骨肉 先來打一些經濟出來 有4500塊之後呢 馬上叫出我們的 二號機的爆型態 沒有問題喔 那有更多錢之後呢 就可以再叫出其他的機甲啦 那這一次 因為是三星關卡來說的話 我們的第九使徒 應該就會比較厲害一點點囉 好有錢了 馬上再叫出我們零號機 然後待會再叫我們初號機喔 我們的Alva 所有機甲都登場喔 那第九號使徒這邊的攻擊範圍 也算是蠻遠的啦 不過初級的話就真的還蠻簡單的 我們這邊二號機打一下 基本上我們第九使徒就直接死翹了 好再來就是我們的第二關 也就是我們最後一關啦 明日香還在裡面啦 困難喔 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關的話剛剛打起來 其實就覺得有點硬了啦 所以就是要比較小心一點點囉 那記得還有大象跟我們的小紅兔 所以大家可以再帶幾隻 正對我們遠攻距離角色輸出的角色出來 應該也會幫我們的二號機 造成不錯的一個幫助喔 好小紅兔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用盾牌來把它擋住之後呢 再叫出我們的肉骨獸 那這關的話呢 我們的九號使徒會直接自己 就是慢慢的直接出來喔 所以大家這邊的話 要趕快來把陣線補起來 或是趕快把我們錢籌到我們4500塊 才可以趕快叫出我們的那個 二號機的狂暴模式喔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努力打 那大家其實可以把我們任務之後 換成一些打我們紅色敵人的角色啦 那這邊的話是因為 就懶得換隊伍了 所以我就隨便亂帶阿 根本超瞧不起這個關卡那種感覺 沒有啦 好這邊的話呢 二號機是出來了 紅色小紅度是真的滿多的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針對我們紅色敵人來打一波傷害喔 那不可以讓他們就是更快死亡 我們拿到更多的經濟 這邊的話我們的暴形態二號機已經先KB一下了 哇直接被大象打到快掛掉欸 那我覺得這關 搞不好重點根本就不是死圖阿 根本是大象吧 欸真的是大象欸我的天 這邊直接被大象給K爆欸 真的假的阿 好那我們這邊可能要先出一隻美女神了 打一下遠攻距離角色喔 大象直接兩阿 兩三下直接把我們二號機的那個狂暴形態給打爆欸 是怎樣 所以這關的王根本就不是第九使徒阿 根本是大象吧 好沒問題我們派出美女神喔 大象克星 這邊又來了一隻大象欸 所以這關當初在打的時候應該也有在講說 大象真的是還滿麻煩的一隻角色喔 哇這邊的話黑色袋鼠也只出來了 喔喔喔喔喔喔 欸 第九使徒這邊踢得到美女神欸 開玩笑了吧 好這邊大象應該要死亡 死亡之後馬上叫出我們零號機喔 不然我們美女神就要被打爆了 那黑色袋鼠也是一個蠻漢的阿 直接把我們美女神給打死喔 那馬上叫出我們的零號機出來 來 那零號機這邊又被我們那個攻擊力下降喔 感覺 哇 這關感覺真的就有點困難了欸 沒有那麼簡單 我覺得剛剛我們二號機被大象給打爆 就是一個比較誇張的地方喔 哇加油哇零號機 哇零號機掛了 欸 我要輸了真的假的 哇那看來這關真的是不能亂帶隊伍了 這關應該要帶一些能夠打我們那個黑色敵人的部隊 哈哈 再囂張阿哲平 輸了吧 我原本以為這關很簡單 可是 我錯了好不好 我們改用紅色部隊來打打看好了 好那我們剛剛太輕敵了啦 所以我們這次換了一套隊伍喔 主要是帶上我們魔法少女系列 再加上我們AVN系列 我就不幸打不贏他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 剛剛其實前面就很多小紅兔啦 我覺得先把小紅兔趕快解決之後呢 再用一些遠攻距離貓貓來打大象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吧 剛剛是因為 二號機是直接被大象給打爆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應該要先出一些能夠 就是遠攻距離打大象的角色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然後再加上幾隻小地藏有沒有 直接用小地藏來把我們的小紅兔給解決 然後再用我們遠攻距離貓貓來打大象 這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下一隻大象來之前先把這隻大象打死 然後叫出更多厲害的機甲出來 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 目前來說的話呢 4500塊就先叫一下美女神 那後面的話還會出我們那個袋鼠啦 袋鼠也是一個蠻麻煩的一個存在 所以大家在 就是建議大家一開始先 就是先把一些就是比較棘手的角色 先打死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 那我們的那個第九號使徒 是會踢到我們美女神的囉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要小心一點點 美女神這邊的話 攻擊距離可能真的是 沒有到那麼遠喔 會被我們第九使徒給踢爆啊 真的很扯 真的會被踢爆喔 好這邊的話我們就繼續努力 看一下能不能趕快把我們這隻大象給打死 我覺得 這次感覺出版也是有點錯誤欸 因為不該應該 應該不該先出美女神的 喵摩加油你可以的 打爆大象 可以一打打直接打死 然後再來就是 哇我這邊感覺又出錯了 黑色袋鼠看一下能不能用那個 零號機打死 那我們這邊其實還有帶上小地藏啦 應該是可以用小地藏打 哇不行 直接爆開 哇尷尬 哇尷尬這邊的話呢 趕快把這個黑色袋鼠給打爆 我覺得黑色袋鼠真的是一個麻煩喔 欸小地藏這邊還打還不錯啦 用小地藏扛一下 你要死了沒啦 這袋鼠要不要死了 這袋鼠好硬喔 喔喔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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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用喵摩來打一下大象喔 喵摩打大象 加油 喵摩打大象 不是打小紅杜阿我的天 喔可以 錘死 錘死之後呢 那學姊打一下死土豪了 學姊登場 喔學姊離場 欸 開玩笑了吧 哇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把一些就是比較麻煩 一些角色都先解決了啦 但是 學姊 學姊登場學姊離場是怎麼一回事 哇那這邊可能要再撐一段時間了 不過 先解決到我們黑色的那個袋鼠 跟我們那個大象的話 基本上後面就不會那麼困難啦 就是跟他慢慢耗就可以了 阿 那我記得這隻機甲好像是有無風地帶的啦 就是你們看這邊的話 他們是打不到喵摩的有沒有 所以這隻第九號使徒他是有無風地帶的 大家可以針對他的無風地帶去打喔 所以帶上一些哈姆特那些應該會比較簡單一點打 所以 之前打的時候應該也是利用一個無風地帶來打 所以大家可以帶上喵摩這種就是可以充牌的角色 應該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那前提之下你要先把大象給打死阿 大象之後我們黑色袋子打死才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重頭戲來啦 我們這邊昨天拿到我們貓咪大彈跳的三張金券 我們今天就給他來抽一下啦 好 福音戰士三張金券看起來會不會出奇蹟喔 希望是可以出到新的機甲啦 因為那隻機甲還蠻帥的 OK 冰島人組 Nice 歡迎你們 再來 下一張 我們抽戰鬥就好了 因為今天的話是我們7月20號嘛 所以明天會有活動 我不知道去活動現場會不會 要我們幹嘛 因為我們知道要幹嘛 所以我就先留一些東西喔 好 這邊的話呢 第三張金券看一下 好 就抽到了我們一隻 Elba的角色沒有出來 可是是我們靈貓喔好不好 所以 感覺還是要等必中才可以抽到我們那幾隻新機甲喔 所以也是蠻困難的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第九號使徒的關卡喔 第三星關卡真的還蠻有一點點難度啦 所以大家打的時候要小心一點點囉 因為我們第九號使徒真的有點可怕的話 可以幫我們影片點個喜歡囉 那每天中午十二點跟晚上五點半跟晚上九點都會影片喔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啦 那我的影片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